吳委員長 這個我們主委剛從這個國外回來啊 非常辛苦啊 第一天就到立法院來啊 這表示敬佩啊 我們完全贈送立法院的決定 這個會期呢 是衛生署啊 算是比較熱門一點啊 我們老委會呢 是算是屬於比較後台的後端的啊 譬如說有關護士的 醫師的 納入勞動基準法 或者是他的一些勞動的權利的保障啊 基本上啊 然後會大概是見這 在一個後台的一個資源的角色啊 那我現在啊 要來質詢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 84條之一的 責任制公時 我們都知道媒體朋友非常的辛苦啊 但是他們 是不是屬於責任制公時的 範圍裡面 請問一下主委 是不是有請我們 呃 曹建樹署長跟您報告 那個說明一下哈 有關那個84條之一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必須根據法律的規定 必須等於說是我們核定公告的工作者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並不是所有的那個媒體朋友都 那個事業單位都有來申請他要核84條之一 所以目前的話 那個這個部分的話 是沒有說全面都是有84條之一的適用 你覺得新聞工作者 他如果是被核定工作責任制公時 那麼他要如何去查氣 如果他沒有刷卡的話 如何查氣 補充說明一下哈 現在依照勞動機場實行細則的規定的話 如果說他是出災或是在外從事工作的話 原則上是以他約定的工作時間為工作時間 那當然如果說他實際上的那個出勤的工作時間 經證明事實上有延長公時的情況的話 還是要給加班費 好 我要講的是啊 廢除責任制有非常多的團體啊 要求要廢除責任制 84條之一啊 這個我個人表示非常大的贊成啊 但是啊 廢除84條之一之前啊 當然立法程序非常的困難啊 先要從政府做起 我後台這邊有秀到一個資料啊 令人感到非常訝異的 在我們的政府機關裡面啊 竟然存在著責任制公司 在1997年啊 首長主管會有配車的駕駛 1998年中央銀行首長的隨父 2000年總統府辦公室的公友 2001年立法院秘書長辦公室的公友 2003年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的公友 2003年合定了立法院公務坐車駕駛 2009年總統執政之後 合定了總統府副總統辦公室公友 但我今天講這個問題啊 這個是當然說有壓力嘛 也是有壓力啦 但是我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 在2008年之前 核准了那麼多的立法院總統府 首長主管機關的這個坐車公友 旅遊為何 報告委員我補充說明一下 事實上的話等於說84條之一 他總共有幾類的人員 第一類的就是所謂的那個監督管理人員 或責任制的專業人員 那第二類是監視性或間歇性的工作 那第三類的是其他性質特殊的工作 那我舉例說明一下 剛剛就提到是說譬如說主管坐車的司機 為什麼他是合84條之一 那當然他不見得是叫所謂的我們叫責任制專業人員 這是一個社會通練這樣講 可是他是類似是一個間歇性的工作 譬如說他可能跟著首長 等於說從早到晚 那這個時候他的工作時間事實上是斷斷續續 他有包括駕駛 待命時間算不算時間裡面 是算在內 這我們都很知道了 學勞工的都是很清楚 待命時間算是工作時間的其中啊 那你這樣工作時間會不會 如果人手不夠就家人嘛 工友 駕駛 不夠就家人嘛 這政府機關要帶頭 開始做啊 這違法開始違法亂紀啊 二八十條之一啊 我看啊 一九九九年啊 開始合定首長 這個很奇怪的 還有總統府 辦公室工友 我真的懷疑不知道總統知不知道他的辦公室工友是屬於 大家所詬病的八十四條之一的 適用對象啊 但我們老委會也算是 當總統府行文來的時候啊 我知道老委會也他有一些壓力啦 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先就細節說明一下 其實八十四條之一啊 當初是為了勞基法適用範圍的擴大 在八十五年從立法院徵定的一個條文 那我剛剛跟委員報告是說他其中有好幾類 其中包括間歇性的工作 當時也認為說為了擴大適用範圍 可以把這些人都都拿進來 那剛剛提到說有一些就是說 那個工作者的話 政府部門他是因為說有一個部分的人 他可能從事一些工作的 你就是說他是間歇性的 你的道理我知道啊 我這邊要來凸顯一個重點啊 就是說 這我們在立法院立法 立法院的工友 立法院的駕駛 總統府 副總統府 沒有副總統府了啊 總統府的副總統辦公室 工友全部都是責任制的 這我建議把他廢了啦 取消啦 你要取消責任制八十四條之一 政府人手不夠佳人嘛 為什麼政府要帶頭來搞責任制工時咧 這是啊 我作為一個 這個立法院在我們這個地方工作 我們的價值是責任制工時的 這八十四條之一間歇性的 我覺得必須要來檢討 這個是我 我主張的啊 我主張的 當然這個是裡面接受到總統府啊 令人感覺到很害怕 不知道主委你要表達什麼意見 是跟我們報告 基本上我們覺得 類似這些議題其實都可以來做一些檢討的啦 是可以來做一些檢討 好 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的 是有關這個陳聰院長啊 他有提到 要擴大 這吸引外籍人才 進到台灣裡面來 像這種人才到台灣的議題來講 基本上我們都認同啦 啊 特別像高階人才啊 這個進到台灣來能夠帶動台灣的創新 能夠增加台灣的經濟產值 能夠多創造一些高職的工作 這都是非常肯定的 我要問主委啊 這裡面有當然人口進來的做一些鬆綁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啦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我知道一些馬來西亞的同學 在英國念書畢業之後啊 他們按照這樣的一個辦法 都可以在英國裡面工作 就在那邊待著啊 所以工作的時候 他變成是從事製造業的工作啦 他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人才 我看到這個輿論裡面有提到 陳聰院長說要 包括教育部 這個我覺得非常肯定啦 就是對於一些海外留學生 喬生 繼續待在台灣繼續工作 如果他所學的 是一個非常高技術的 這個工作 能夠為台灣帶來加分 這肯定啊 如果他進來 他留在這邊工作 只是彌補 製造業 傳統產業勞動力的不足 這恐怕 這我要來反對啦 主委你覺得怎麼樣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我覺得吸引人才 我想人人都樂見 因為人才為台灣所用 可以為台灣的經濟注入活水 都是好事 但是我們擔心的也是 跟委員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假白領 真藍領 那反而拉低了台灣本國人的薪資 或者影響了本國人的就業機會 這是我們一定要守的底線 好 你覺得吸引外籍人才 是不是也要來遵守 所謂的不影響本國人就業權益的 這個基本前提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 在白領跟藍領的部分 其實我們某種程度的一些區隔 那藍領的部分 其實我們性質是比較嚴格的 那白領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我們算是比較寬鬆的 就歷來的政策界是如此 但是那個基本的原則是不會變的 英國在十年前也曾經發生出過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想要來吸引高階的跟低階的這兩層的 那他們後來決定就是高階的部分由他們自己來培養 就不再引進了 就引進就是低技術的 就勞動力的這個 就是3K行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當引進外籍人才的時候 另外一個思考 這我們台灣高等教育在搞什麼 開那麼大的那麼多的大學 難道都沒有人才嗎 這個令人訝異了 整個政府支出五年五百億的整個預算 我覺得這個丟臉啊 丟臉到底啊 外籍人才 你必須要去確認說到底有哪些職缺 是我們台灣人沒辦法做 有哪些我們的人才沒辦法培育的 那當然陳縣院長他也提到一些蠻不錯的啦 譬如說像這個產學的流動啊 學界啊到這邊來多多做一些交流啊 然後呢來做一些配套做事啊 不知道主委你對於這樣啊外籍人才的引進啊 是跟我的報告 基本上我們對外籍人才的引進的部分 大概分做兩個部分來做說明 第一個是我非常同意委員剛剛的看法 就基本上是要我們缺的 所以院長有特別要求經建會 那麼整合各部會 就是說對哪一些產業 將來台灣產業發展的重點 然後哪一些產業是缺工的部分 那麼來引進 另外啊 今天我也注意到也是非常大的議題啊 當然油價油電雙漲 這個大家覺得這個荷包啊大失血啊 那荷包大失血 大家自然有想到說把薪資提升嘛 最好的方法 大家犧牲薪薪資提升之後就會減少 這樣大家就這種啊 這種稍微的調漲啊 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影響 那馬總統提到 不排除啊 石油 中國石油啊 民營化 這個民營化這個議題呢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啦 非常痛苦 不知道主委你覺得怎麼樣 呃 跟我們包括其實基本上 我們有關民營化的議題啊 也都必須要充分跟工會來做一些溝通 做一些說明啦 因為他對勞工朋友 尤其對在 呃 企業單位裡面工作的這些呃员工來講 的確權力上面有一些影響 那我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溝通 對 我對於民營化 民營化是要追求效率啦啊 但是效率並不一定透過民營化的方式來達成啦啊 但如果站在一個勞工的專業上啊 當然對於民營化就是不得以最後最後最後的一鐵藥了啊 那麼有時候是民營化 某種程度上在第三世界國家來講就是變賣家產 變賣家產啊 在很多啊威權體制的國家啊 都是會運用這樣的方法來做啊 那麼過去我們台灣這個金融改革也好 我們的台場的土地也好 賣土地啦 搞民營化啦 這個是在過去啊 操作很多 我我希望啊 馬總統啊 不要走這個最後一招啦 好謝謝